车祸发生之前 陈姓三个小姐弟走在一起 背着书包说说笑笑要回家 附近的住户载着孩子回到家 小姐弟刚好走到门口 当妈妈的附近住户 对孩子特别关心 还问了他们怎么自己走 但是后来他们出了车祸 心里好难过 20分钟之后 孩子经过十字路口 三名小姐弟过马路 不知道是不是太害怕 一个拉一个 在斑马线上用跑的 但是快到对面的时候 画面的右侧 一辆休旅车开过来 拉在一起的小姐弟被撞开来 两个比较大的姐妹 姐姐十岁妹妹九岁 都被撞飞一二十公尺 他们一度失去生命迹象 救了回来 但是并未脱离险境 还在加护病房 两个人都有炉内出血 必须先降下脑压 那目前的状况 还是相当的不乐观 昏迷时速三分 姐妹的昏迷指数都是三 最小的弟弟八岁受到轻伤 腿部包扎后已经返家 事发在张化深港 距离小姐弟住家只有四百公尺 车货现场是个斜的十字路口 小朋友从美港公路 要横越台十七线 也就是建国路 大约二十多公尺 修理车执行在美港公路上 发生了碰撞 小朋友动向的方向 绿灯有四十三秒 记者时机走一遍 到对象还有十几秒 时间足够不确定孩子 是不是走到一半 发现灯号要变了 才用跑的 警方统计这个路口三年 有二十八件事故 都只是车损 至于修理车驾驶 七十四岁的肖信男子 是深港当地人 肖信老翁当时是绿灯执行 但是因为这个肖信老翁 他本身是无照驾驶 驾驶无照开车 警方进一步确认 无照并非吊销 而是没有考取过驾驶的记录 也就是他开多久的车 就无照多久 去年也曾经因为A3车祸 无照被开罚 TBS新闻陈志中 许立凡 吴淑萍 张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